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 然后呢今天呢幸福科学 那个王维之 那个想要再继续跟大家继续分享 那个上次谈的永远之法 然后今天想继续要跟我们谈什么呢 今天是要讲到更深层的内容 上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 灵魂世界是有区分层次的 是 上次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上次讲到这个层次呢 是从四次元世界到九次元世界 是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人呢 我们现在是存在哪一个次元呢 是存在于三次元的世界 是 好 那回到了灵魂世界 它有一个 这有一个条件 是 这个条件呢就是 什么东西都带不走 肉体是带不走的 回到灵魂世界呢 是心的世界 能够带走的是只有自己的心 是 或者是说进一步的讲是自己的信仰 是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有稍微跟各位听众朋友所分享的 那这一次呢我想要在深入的谈这个次元的内容之前 我想要跟听众朋友稍微的提醒一下 提醒什么呢 就是 我最近我有看到很多的 很多的 好比说一些招生的广告 是 或者是一些传单 嗯 那这些传单上面呢通常都是心灵的课程很多 是 那他会跟我们讲说 他这个传单上面会跟我讲说 呃 带您进入七次元的世界 嗯是啊 或者是说呃 我们发散这个七次元的能量 嗯 或者是说呢 呃我们来聆听高龄的声音 是 好 这种 这个 这种slogan 或者是说这样子的这个宣传的文字 在我的email当中啊 嗯 或许 或许在各位听众的朋友的这个email当中 可能会出现好多次 是 可是 呃 一询的上次跟在下跟各位所分享的 如果在世间的人们 如果他说他可以听得到七次元菩萨的声音 嗯 或者是说他会跟你讲说呃 我要把高龄的声音降下来 嗯 或者是说我要把高龄的颇长给降下来 是 当他这么说 那就表示 表示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人的颇长 嗯 或者是说这个人的灵格 是 再讲白一点 这个人的level啦 嗯 是跟菩萨界 或者是说高级灵士 是 是 好 那么 也就是说如果 他的觉悟的程度 嗯 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 是 但是呢 却把这个当成一个幌子 嗯 啊 他有听到了什么什么声音 啊 或者是说我们来 我们来聆听高龄的声音 我们来接高龄的这个光的话 是 就不得不说其中有他的危险所在 啊哈 因为在灵魂世界当中 虽然是说是新的世界哦 是 可是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提到 在四次元世界当中也有所谓的地狱界的存在 啊哈 你看这个地狱界的这些灵呢 他们很擅长一件事情 很擅长说谎 啊 也就是很会掩饰 是 就是明明自己没有到达这样一个觉悟的境界 是 但是谎称自己已经达到两个境界 啊哈 那 呃 如果各位有看过永远之法这个电影的话 你就会看到 有出现这样一个场景 是 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 就是在地狱界当中 有好多生前自称是已经开悟的宗教家 是 或者是已经开悟的自称自己已经开悟的觉者 啊哈 那么回到另外一个世界当中呢 是调到了这个所谓的地狱世界里面 啊哈 那也就是说我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在世间的人 他是为了要自身的利益 为了招生 啊 然后呢 想要创造这样一个口号出来 是 而恍生自己是一个 呃已经已经能够接到高龄的声音了 啊 或者是说已经呃这个 已经开悟了 能够把这些灵魂世界这些灵的这个声音降下来的 是 这样子的一个话语 当成是一个宣传的手法的话 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 啊哈 通常在这样子一个团体当中 就幸福科学的观察里面 是 会出现以下的景象 以下的状况 是 会跳动 啊哈 就是参加者会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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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说俗称的灵动 啊哈 就是比如说我在盘 盘 我在盘腿 盘坐 是 然后呢 不莫名其妙会上下的震动 嗯哼 或者是说会 会想要哭泣 会想要哭 但是是莫名的哭 嗯 就明明没有在思考些什么事情 就会想要哭 是 或者说呢 嗯 会感觉到有些发热 发烫 嗯 就是有一些外 外在的这个肉体当中 有一些象征出来 或者是说这个人会 原地的跳跃 旋转 是 好 或者上下的这个跳动 那这个在大川先生的 呃 书籍叫做神秘之法这本书里面 是 呃 神秘之法 当然先生有写到这样的一段 他说 通常 高级鼎 在传递讯息 或者是说 在进入高次元的层次的时候 是 不会出现这种 灵动的状态 啊哼 不会有这种上下跳跃的状态 嗯 也不会有这种左右摇晃的状态 呵呵呵呵 就有些人有没有 端住 坐在这个地方 莫名其妙就是 就是这个左右摇动 或是前后摇动 不是说打瞌睡哦 是 不是说打瞌睡这件事情 当然打瞌睡也会前后摇动 呵呵呵呵 而是 而是你坐在这个地方 心一静下来 到了这个磁场 到了这个教室 是 或者是到了这个道场 诶 奇怪 有些状况 有些状况出现了 是 那当然先生在神秘之法 或者是说在永远之法 这两本书当中都有提到 这个时候请千万要冷静的 看待这个现象 啊哼 千万不要以这样一个现象 认为 哇 这个地方很灵验 啊 这个地方是有灵感的 是 这个地方是高灵降下来的声音 啊哼 或者是降下来的这个地方 是 因为高吉林 他呃 视线给人们 看的 或者是 呃 高吉林呃 视线给人们 他的这个存在的 这个我们讲 证据 是 是 绝非是以外向来表现的 啊哼 不是通过这种左右摇晃 或者身体感觉到 好像是很很很热 啊 或者是有感到流眼泪 不是 是 高吉林在传 呃在 为了让人们 表现他的存在的时候 唯有靠一件事情 就是靠思想 啊哼 就是 灵魂世界的灵 也是会 也是会思索的 是 那 高吉林要怎么样证明 他的存在呢 是透过思想 透过教义 透过教诲 嗯 嗯 垂自己身体 哇 我都不痛 不痛不痛 是 什么什么神宫附体 对 神明附体 哦 或者是说 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 这个道场之后呢 或上下左右的这个摇晃 跳动啊等等 嗯 在大端心的灵查当中 这样子的 呃 金星就不得不说 它绝对不是高吉林 嗯 它是一个低次元的灵 低吉林 是 但是地域灵的可能性 是很大的 嗯 可是有些人会把反驳 我曾经就被人家反驳了 嗯 我一直不对啊 王老师不对 我在这地方我有感到 我感到很热 是 我坐在这地方 我在盘坐的地方 我也会 我会感到很热啊 嗯 这个是热不是灵温世界的热吗 不是一种温暖吗 是 针对这一点 当然先生在神秘之法当中 有提到说 那个热如果让你感到 是有灼热感的话 是 是有炙热感的 是 那就不得不说 因为在地域世界当中 有所谓的炙热地域 嗯 有所谓的 嗯 这个 延烧地域 是 好 当然先生说 在 嗯 静坐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在冥想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从心中 感觉到一种暖流出现 那才是真的 嗯 所以心里面有 燃发 就是会 会引发一种暖流 而不是真正的 好不像 好不像是那种 碰到那种热水那样子的热 嗯 如果是碰到热水那样子的热的话 就先赶快 从这个禅定当中 或者说从这个冥想当中 赶快解开来 嗯 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是 因为那是一个非常 嗯 非常危险的一天 一个修行 是 好所以在高次元世界当中 他所要传递的是他的思想 或是他的教义 并且 这个思想 这个教义 是有一贯性的 是 就是每一个灵 每一个灵 他不会 昨天说一件事情 然后今天又反驳 他昨天所说的 他是有一贯性的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必须要严肃看待的事情 并且 有太多的道场 或是太多的这个 嗯 老师 是 然后跟你讲说 啊我有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好我们来跟他们进行对话 嗯 这 然后当成是一种 好像是在晚铃的游戏 是 就幸福科学的立场来说 在还没有进行深刻的反省之前 是 幸福科学有讲反省的修法 在没有进入反省的之前 就跟 灵天上际的这些灵性的存在 要进行交流的话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嗯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是 因为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 跟各位听众有提到 颇长通通的法则 是 就是吸引力法则 对 那这个吸引力法则 如果 我们的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东西 或是什么样的存在 可以吸引到 其他灵魂世界的灵性存在呢 是我们的心 嗯 也就是说 如果我的心 是存在 是处于一种 上面有污点的 是 或者说上面有执着的 是 上面有名利欲 权利欲 色欲 酒欲 出人头地欲 这种欲望的状态之下 我就要集中自己的心念 然后跟灵魂世界的这个灵性存在 进行交流的话 或是 试着想要去取得一些讯息的话 是 那就不得不说 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 是不可能跟 所谓的天使 或是所谓的菩萨 进行交流的 嗯 因为 这个灵性存在之所以会被称之为天使 或者是被称之为菩萨 嗯 在灵魂世界当中有一个基准 这个基准就是 这个天使 这个菩萨 他已经没有任何 立即的心念了 嗯 自己的存在就是为了要造福人们的幸福 是 自己的存在是为了要成为 好比说灵性世界至高神的左右手 是 那如果在世间之人 他想要用这个事情 来 好比说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嗯 好比说开课 是 好比说 招受学生 嗯 那就跟 灵性世界的菩萨跟天使 它的颇长是不一样的 嗯 是不一样 因为 天使之爱 或者是说菩萨之爱 是一种 无常之爱 是 就是没有报常的 嗯 不会有 不会想要有任何的feedback 嗯 不会有想要任何的这个回馈 或者是说有任何的这个代价的 是 是不惜代价的 是 好 所以在世间的 好比说老师们 或者是说自称自己是大师的人 嗯 说哇 我来我们来开一堂课 嗯 我们来接这样的一个声音 是 好 然后来参加者要三千五百块 好比啦 好比 好比 或者说五千块 是 这种跟灵魂世界的这些菩萨或天使的一个信念 基本上就已经相左了 嗯 是不一样的信念 是 好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吸引到的 在幸福科学立场来说 那就只能是 只会是菩萨以下 或者是天使以下的灵 还不至于到地狱灵 嗯 但是绝对不会到七次元以上的灵 是 对 因为在七次元以上的灵 已经是 好比说已经经过了阿罗汉的阶段 所谓的阿罗汉 就是上一次节目中有提到的 就是已经做了反省 嗯 已经去进化己心 自己知道自己是灵性的存在 即便自己是生在三次元人世间 是 或是三次元的这个次元当中 但是我的存在 是佛所赐予的 或是说神所赐予的 啊哈 我的 我的命 我的灵性的这个命呢 是神所赐予的 啊哈 所以针对这一点 已经有做了彻底的这个了解了 是 但是呢 如果要到达七次元的这个世界 它就必须要是 知道自己的存在 不是为己的存在 是利他的存在 啊哈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最近不是这个年中年 这个年始 是 年底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课 在招生的时候会说 啊我们来接收 七次元的这个光 五次元的这样的一个光 这个在我的email当中 我一看的时候 我就不禁要摇头 到底到底了不了解 这个次元的构造 是什么样的状态 啊哈 对这很需要在了解之后 再去说这句话 会比较拨当 因为在幸福科学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 我们讲 嗯 冥想 是 或者说修法 或者是一座禅定 是 会明确的跟人们说 好 现在我们来接收 七次元的菩萨的光 啊哈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这样的说呢 因为我哪知道 你的现在的心 是处于哪一个阶段 啊哈 对 你不可能参加了一个课程之后 嗯 那好比说这个 即便这个课程是跟你讲说 七次元的 前往七次元的条件 是 我习得这样的一个条件 好 你就好像能够接受到 七次元的光 嗯 不可能的事情 啊 因为决定此人 呃我们讲 灵格的高低 或者是次元的高低 不是看那一瞬间而已 嗯 而是看从过去到现在 因为人有所谓的 倾向性 是 也就是说新的 啊 这个习惯 你不可能突然的一发心 哇 突然造了菩萨的这个 菩萨的这个心念 那一直维持菩萨的心 人的这个 人的心念是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是 因为既然人转生于世间 就一定会有欲望 嗯 一定会有烦恼 是 那此人回到灵魂世界之后 是怎么样判断此人 是要到高次元 还是低次元 那就要看 这个人在这一辈子 他所做出的判断 是对的比较多 还是错的比较多 是一个总分 啊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 好 这个各位朋友 各位法友 各位道友 嗯 我们来接受 来自于七次元的光 每一个人 现在七次元的光 都饱满 都饱满了 啊 不可能 因为你的灵格 没有到七次元 你怎么能够来 接收到来自于 七次元的灵感 或者是启示 啊 那是 这是很难做到的 啊 所以 所以我们在 在看待这样子的 这个招生的时候 要特别特别的 要谨慎 啊 那我没有说 一定一昧的否定 说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这个谎言 啊 而是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 一个 一个 招生的宣传话语 不假思索的 哇 好像写这样子的名字 或者是你这样的课程 好像很炫 是 但是实际上 它的内容是 跟这个名字是不一样的话 那就非常非常有危险性 不管是老师 或者是学 这个学员来说 啊 对 所以这是在今天 节目一开始 你要跟各位来做一个 一个提醒的 是 但是 但是有时候 那个 连老师他搞不好 都不清楚嘛 对不对 对 啊 所以 所以如果 如果刚才像 像那个 韦智你这边讲的 就是说 菩萨 但是 接菩萨以下的能量 也可以吗 还是 还是不知道 OK好 但你说接菩萨的 以下他可能 号称是 那个 那个什么 高次元 但实际上 我们 接触 他所传递的 或是所感应的 搞不好是 菩萨以下的能量啊 OK好 这个 这个 那个主持人 有提到一个 很好的观点 就是 有些朋友是说 我接五次元的能量 是 好 就是好比说 最近什么 叫做 扬声到五次元事件 哦 是 我听到很多人 这样一个说法 哦 好 假设哦 假设如果我是六次元的 灵格 嗯 对 如果我是六次元灵格 那我不就 落 不是落后了 就是退步了吗 是 啊 对 所以 跟 其实你要接收 哪一个 次元的 这个内容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是 不能够把这个当成 是一个口号 嗯 而是我们要 探究里面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是 因为 上次有提到 所谓的四次元就是 此人稍微认识了 不是稍微 此人彻底认识到了 自己是灵性的存在 是 他才能够 他才能够就是 在四次元的 所谓的精灵界当中 生存 嗯 那到了五次元事 之后呢 就是 这边的人都知道 什么是善的 嗯 什么是恶的 嗯 并且知道 什么样区分善恶 是 不知道什么是善 不知道什么是恶的人 是不可能进入到 五次元世界 嗯哼 可是到了六次元世界之后呢 状况就更不一样了 就是他有一个限制 就是 此人对于真理 是有所了解的 啊 就在六次元世界当中 他是知道 这是神所创造的世界 是 是一个充满 真善美的世界 是 并且他知道 人是灵性的存在 除了人之外 还有光明天使的存在 嗯 还有光明菩萨的 菩萨世界的这个存在 是 所以 如果人们 如果 这个老师跟你讲说 我们来扬生到五次元 嗯 对我们来说 这个太浅了吧 啊 我们知道何为善何为恶 其实伦理道德 就可以已经交给我们了 啊 伦理道德告诉我们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是 当然在灵魂世界当中 不能够以伦理道德 作为唯一的基准 也是要心 心是怎么想 是 但是幸福科学 是这么说的 幸福科学是说 人既然转生到了世间 我们 呃 其实我们有很多竞争对手 嗯 就是在这个整个地球的灵界当中 有五百亿的人 嗯 讲人好像有点怪 五百亿的灵啦 嗯 好 那现在这五百亿当中的这个灵呢 有多少人 多少的灵是转生到世间的呢 现在是六十亿到七十亿 嗯 而我跟你 跟大家 现在各位听众 是这六十亿当中的一份子 是 好 那其实 在我们在转生到世间之前 事实上我们是 费了千辛万苦转生下来的 因为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竞争者 他想要转生到世间来 为的是什么 是为了要求灵魂的成长 嗯 或者是说要求灵魂的食粮 是 因为长期的在灵魂世界当中 我们知道 自己进步是不行的 嗯 因为根据的波长通通的法则 或者根据悉尼的法则 我待的这个世界 左右邻居 或者是亲朋好友 都差不多跟我的程度差不多的 嗯 所以我没有办法 有很好的学习的对象 嗯 比如说 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好 然后转生到世间来的 嗯 那转生的时候就是 这个费了 费了千辛万苦 有很多的这个竞争对手 我可以学得比较好 好 你等一下 等我回来之后 你再转生 所以既然是这样子 的一个费金千辛万苦 转生于世间来 我们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只有学习到 五次元的善人界的这个善知识 啊哈 就终了一生了 是 在幸福科学大川先生的这个 他的教育是这样子说的 他说 既然转生到世间来 就要以回到七次元世界为目标 啊哈 或者是说 以前往七次元世界为目标 这个七次元世界就是讲到菩萨的世界 是 叫做天使的世界 是 好 那刚刚讲到了 五次元是善人世界嘛 六次元是光明界嘛 是 就是知道什么是佛法真理知识 是 知道什么是真 什么是善 什么是美 嗯 那到了七次元的是 如果你没有通过四次元 五次元 六次元的考核 嗯 首先你是进不到七次元的 那七次元的是 你知道了真理知识之后 你还要必须要下定决心 你要爱众人 嗯 你要拯救众人 是 你的存在是为了照亮他人而出 存在的 嗯 好 所以当然先生在他的教育里面是 既然我们竞争 你看 这个五百亿的人 这个五百亿的人口当中 只有六十一 六十一到七十一 转生到世界来 嗯 我们排除的是 四百三十亿的这个 这个竞争对手 是 到了世界 怎么可以只有 只有沉浸在 五次元的善人界的氛围呢 嗯 当然 我不是说五次元善人界不好 不是说五次元善人界 好像就 就 这个就 就太太low了 是 至少大家先生说 五次元善人界 在狭义的定义当中来说 它是天国世界 没有错 嗯 它是天国世界 可是天国世界 它是最底层的 嗯 好 那要达到五次元善人界的这个知识 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基本上在 基本上在学校教育里面 已经告诉我们了 嗯 然后在宗教的知识当中 也告诉我们 如果你在行为当中 没这么做 但是如果你心这么想 也是一个恶 在宗教当中也交给我们了 嗯 可是我们千万不能够以此为满 嗯 就是还要再学习佛法真理知识 是 还要学习灵性知识 啊哈 除此之外还要决心 我既然掌握到这个 这个神的教义 或说佛的教义 我必须要以这样子为一个武器 或是 讲武器有点有点激烈 当成一个工具 嗯 当成一个 当成一个施爱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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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是 把它用在用在哪里呢 用在爱众人 啊哈 或者拯救周遭之人上 是 好 所以这个不是说我批评说啊 我这个无次元不好 或者是说四次元不好 嗯 可是既然是转身到世界来 就应该无疑回到更高次元 或是追求更高次元的世界为目标 是 对 这个是幸福科学从 过去到现在就一贯的 这样子一个主张 啊哈 所以 所以要很清楚 到底现在的心念 才知道自己功课做到哪里嘛 对 对 没错 啊哈 所以无次元世界它是一个 当然 现在宗教很多 很多的宗教团体 它会 它会做到五次元善人界的经济 好比说 各位都会知道慈祭 是 慈祭的这个 我们讲师兄 或者师姐们 他会说一句话 叫做 甘温哈 嗯 感恩 谢谢 好 或者是说 呃 感谢佛所赐予的 嗯 感谢这一切一切众生 那基本上要回到 五次元善人界 这种知感恩知心 是不可或缺的 嗯 要教导人们 要进到这样一个世界 呃 必须要保持着感恩知心 这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 幸福科学所说的是 这样的世界还不行 还不足够 人不可以以此为满 还要再追求 还要再往上提升才行 是 对 嗯哼 嗯哼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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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很多功课 大家其实有时候 好像很清楚 又好像不太清楚 呵呵呵 对 嗯哼 嗯 OK 所以 所以 呃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进下一段节目好了 OK 好 好 跟大家 朋友 呃 继续介绍的是 幸福科学 呵 然后幸福科学有很多很棒的 那个不管是教育啊 或是大川龙法 所传递的信息啊 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来 呃 共同来研究 来学习 才才会知道说 真的你灵性的道徒 应该怎么走 然后 怎么走才是比较正确的 然后现 我们那个 线上请到就是 幸福科学的 王为之 来到 那个我们线上 然后继续跟我们 继续要分享的是什么呢 是 所以 呃 刚刚提到了这个 五次元世界的这样子一个 呃 状况啊 是 刚刚提到了这个 各个 各个老师在开课 哦 那 那 当然也很感激 呃 我们讲这个事件当中有很多的 想要传播光明的知识 或者是光明状态的这些团体 是 呃 去 等于说是当神的左右手 或是当菩萨的这个分身 在传播 呃 真理啊 是 可是我必须要建议 呃 现在在 呃 收音机旁边 或者是说在网路前面 呃 是 这些听众朋友啊 就是 不能够只是 是在上课的时候 去沉浸到那种很善的这种氛围 啊 如果没有办法把课堂上面的知识 或是在课堂上面所学习到的真理 是 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 就不得不说 你只是靠课程来催眠自己而已 哈哈哈哈 对 是 也就是说这个知识必须要合一啊 嗯 就是说我们读了很多的经典 或是说读了呃 上了很多的这个课程 有些人们会把老师当然是一个依靠 当然是好像是一个啊 我进到这个团体我好像得救了 是 或者说我进到这个团体我可以碰到好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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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心啊 好多的这个呃 朋友啊 的确我不能否定的确是在这些在这些在这些团体当中 或者在这些课程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好友啊 是 但是人们通常会有一个这样一个状况 我就是 嗯 会自我 不能讲说自我催眠的就是 会有一种会陷入一种啊 我不是说全部人都是这样会陷入一种呃 自我欺骗啊 就是啊 世间我碰我碰到这样子的人 我碰到我的我的这个周遭的这个亲朋好友 或是我的同事是这样的对我 嗯 他们呢 呃 他们的这个根气还不到 或者是说他们的智慧还没有开 是 或者说他们不了解心灵知识 是 他们不了解真理 嗯 好 那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嗯 好 那因为我有我有跟这个老师 我有学这个老师 是 好 但是就幸福科学的观点来说 好 就我的观点来说 是这么 是这样子讲 解释的 如果你学习到了善的知识 嗯 如果你学习到了佛法真理 如果你学习到了心灵世界的构造 你怎么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知识 占为己有呢 嗯 嗯 明白我意思 就是说 你学习到了 好比说你跟了一个老师 或者你在某一个老师里面 学习到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真理 嗯 或者这样一个道理 你绝对不可以把它当作是我自己就好 我自己知道就好了 嗯 你还必须要把它传递出去才行 是 好 也就是说我一直在跟 幸福科学的这边的朋友在说 就是你到这边来上课 嗯 你到幸福科学来这边来上课 或者说你读了 大蒜先生的这个经典 或者说你看了很多网路上面 大蒜先生的一些动画 是 如果你把它占为己有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自己有挖到宝 而不去分享的话 天上世界的这些诸天善神 或者这些理性存证 一定会感觉到很可惜 嗯 因为大蒜先生之所以要写这么多的书 或者之所以会会制作这么多的这个动画 就是希望人们不只是你知道 你知道的时候还必须要把它传递出去才行 嗯 可是有些人会说 啊 王老师 没有耶 我都还没有学好 学好 我都还没有学足够 等我学足够了我再去传好不好 我自己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你要我去跟人家传会不会太为难我了 就幸福科学立场来说 这是一个借口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好的 就算你没有办法做这个菜 好比说你吃到了某家的这个料理很好吃 是 好那我现在要求你就是 你告诉人们这边有一件好吃的东西 是 请他们来吃 如果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做菜的话 嗯 你把这个善的讯息发不出去 也无常是一个在做善事啊 啊 再说退一步说 孔子有说过一句话叫做教学相长 啊 好 如果你不你不教 如果你不把它传授出去 你哪里知道哪个地方 自己哪个地方是不足够的 是 好比说你跟人们说 啊我听到一个广播节目说 灵魂世界有四次元到九次元 好 那人家可能会问你说 啊四次元是什么五次元是什么 四次元 四次元好像是 好像是善人的 善人的这个世界了 啊 啊 结果不是啊 四次元是所谓的这个邑界嘛 啊 也就是说 当你在传播这些讯息的时候 事实上是在自己做自己做整理 嗯 自己是说啊 自己知道哪个地方是不足够的 啊哈 所以如果你遇到了 不管你是到哪个团体上去上课啦 不管你是到某某团体 某某团体上课 或者是你在幸福科学来上课 如果你知道这个三知识 你就必须要把它传递出去传行 是 是 在灵魂世界的这个灵 不会长思 特别是到了菩萨世界的人 是 他不会跟你讲说 你跟别人讲 别人听不懂 啊 是他的 是他的所谓的他的业 或者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 是 菩萨世界的人 天使世界的人 是恨不得转生于世间 啊哈 希望人们能够倾听他的话语 能够理解他的这个思想 所以如果你的老师跟你讲说 这边的资料 是不可以外泄的 啊 是不可以跟别人说的 那就不得不 所降的老师是不是在尝试了 是 因为他所接触到的讯息 如果是菩萨界的人 如果是天使界的人 嗯 是应该是无私的公开来 当然现在有所谓的著作权法 这我能够理解 但是 但是 学习到的真理 你必须要 就必须要把它 散播出来 那像一般的秘宗 或是秘教 他们说秘密学习 也不可以把自己的修行的方式跟人家讲 是秘中 就是秘密学习嘛 上师偷偷的教你啊 是个别的教你啊 就是你自己的適合你自己啊 并不见得適合别人 所以他富富服用你讲的这个道理 好 OK 这个其实那个 安老师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其实不止秘教啦 是 其他的教派也是这个样子 啊 就说啊这是你的修行方式 你跟别人讲 你压着 或者说你错误的引导 是 特别是我还有听过朋友 会跟我这样讲 我说 诶王老师不对呢 我以前参加的这个团体 那个老师就警告我说 没有学好就不要教别人 如果你教错了 到时候你回到灵魂世界 下到病人里面 你不要怪我啊 是 就幸福科学的角度来说 是这个样子 嗯 说如果这个老师 他所教的东西是正确的 并且够广的话 嗯 他就不可能只有一套东西 能够拯救人们 一定是很多套 一定是很多种 是 当然 适合拯救自己的教义 不尽不全然 不尽然能够适合别人 是 也就是说 我要讲的就是说 你也不可以 我们每一个人不可以 只学习那一个 一种依法而已 嗯哼 你拯救好了自己 还必须要学习 学习怎么样去拯救他人 嗯 你不能够只有 学习一种游泳方式 就对了 是 你还必须要 学习怎么样能够拯救他人 嗯哼 那 我 当时我是怎么样 这个 这个回答 嗯 当时问我这个朋友 就是 如果我传错怎么办 对 我会回答说 如果你认为 你现在讲的话 你自己没有自信的 那你跟他讲说 我帮你问这个问题 我帮你跟我们的教团 问这个问题 嗯 等于说也就是不要乱回答 不要这个这个 瞎懵就对了 是 你不要这个这个 这个随便回答 如果你对于这个问题 是不不擅长 你赶快来问 问教团的人 或者说来问幸福科学 或是问你的老师 是 那就解决了 嗯哼 对所以不要被这样子 一个好像是一个 好像被这样一个 一个这样一个 一个咒语 啊如果你传错的话 搞事你就知道 哦 佛教哪有在讲这个事情 嗯哼 当时释迦牟尼在大章经里面 从来没有讲到这个东西啊 如果你传错的话 你就知道死了 啊 你从来没有啊 再说 那个密教 密教当中 密教 是不是属于 这个 这个 佛教的 正规的这个佛教 还没有定论 嗯哼 因为佛教当时释迦牟尼 所说的是 释迦牟尼当时在 转生于世界的时候 他是希望人们 透过他所讲述的教义 新的教义 去做好每一天的人生 是 所以他没有提到说 啊 你 这个方法只适合你用 你不可以跟别人说 啊哼 这个在灵魂世界的 架构来说 在永远之法里面有 谈到就是 灵魂世界有分成 表测的世界 跟理测的世界 是 所谓的表测的世界 是一个普遍性的法则 嗯哼 这个法则是拿到世界各个角落 都适用的 是 而理测世界的事 它只适用于 会说它 呃 只会用于 呃 怎么讲呢 比较自己修炼 自我修炼的 嗯 我达到这个某个境界就好了 那其他人怎么样 就看个人这个造化怎么样了 啊哼 那 那这个这个 如果 如果这个宗教 或是这个团体 他是想要拯救全世界人的话 嗯 那么理因来说 他的教育应该是open的 嗯哼 不是说啊我只能给你用 你其他人不可以用 你要你要用的话 你必须要经过 好什么什么什么 关卡 嗯 或什么样的考核 是 好那这个在幸福科学里面来讲是 就现代来说 就要拯救全世界人的灵魂来说 已经缓不及及了 OK 对 是这样子一个逻辑 那可不可以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坊间的宗教团体 都会叫人家练心经啊 练这些什么什么经 对什么经之类的 是 对然后他就说尤其练心经 你虽然不懂它什么 但你练久了 那个自然啊 它对你的身体就会 保佑对你的什么什么之类 你信物科学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好 除了念经之外 人们还会要人 就是有些宗教团体 会要人们常念佛号 对 包括南无阿弥陀佛 是 南无观世音菩萨 等等 或者是念某一个咒语 是 类似这样的一个咒语 就信物科学的立场来说 这些经文 这些修行方式 这些咒语 全部没有一个是 当时释迦牟尼 转生于世间的时候 就存在的 修行方式 哦 是 对 因为当时释迦牟尼 转生于世间的时候 还没有指没有笔嘛 哦 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指笔 是 所以也没有所谓的经文存在 哦 那这经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是 这个释迦涅盘之后四五百年 嗯 才出现所谓的备业经 就是 就是这个树叶了 是 人们呢才这个 这个汇集起来 哦 当时这个佛释迦牟尼是怎么样说的 把它汇集成策 成为现在的这个大藏经 是 所以当时释迦牟尼在开示的时候 没有 从来没有跟人们说 呃 要清洗几心 要洗过去的夜 要安定几心 你就念我这个经文就好了 哦 不呢 没有呢 没有这样说呢 他也没有讲说 如果你现在 碰到这个事情 你需要拯救 你也拿无阿弥陀佛 不呢 他也没有这样讲 好了 那我们为什么现在人们会这么说呢 哦 因为佛教分了很多的支派出来 是 那每一个支派呢 就会找一个根本的经典 他比如说他会找法画经 嗯 他比如说他会找金刚经 他会找波罗心经 是 或者说他有很多的修行方式 每一个师父 每一个师兄 每一个道场的这个祖师 他说好 我们这个道场我要念 那无阿弥陀佛 是 或者说我们要以法画经 为根本经典 嗯 于是乎呢 佛教就分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支派出来 嗯 那么的确 如同刚才这个安老师所说的 有些人会 呃 老师或者说一些这些师父 我会要要人们说 如果碰到 呃 心理不稳定的状态之下 你可以念经文 或者念念佛号 的确 它可以成为 一时的安定己心的作用 是 可是现代人的 世字律 就是能够读懂字的这个世字律 已经很高很高了 是 是 佛陀所讲的这个法 就好像宝藏一样 就是 就像金银财宝一样 是 那如果我只念某个佛号 或是念哪一个经文的话 嗯 无疑你在念他的门牌号码而已 啊 好比说 东化北路 东化北路 啊 殊不知在这个东化北路 这条路上有很多很多的 所谓的教义在里面 是 那人们现在变成了好像 啊你也跟我说这么多 你告诉我哪一个 哪一个 念哪一个 念哪一个 念哪一个佛号就好了 啊 这个在释迦牟尼 在灵魂世界 有知的话 啊 他一定有知了 我想他一定会很难过 因为当时他在世的这六七十年间 从来没有告诉人们 要念哪一个经文 啊哈 或者狂念哪一个佛号 是 在再进一步的讲 也没有告诉人们 碰到障碍的时候 要去找算命线 啊 也没有告诉人们 在碰到运气不顺的时候 要去改名字 改风水 是 都没有 啊哈 所以这个在幸福科学里面 尤其是在神秘之法当中 有提到这一点 就是提醒人们 到底释迦牟尼 所要告诉我们的教义 是要我们去念诵这些经文 还是念诵佛号 还是他希望我们 能够按照他的教义 来度过每一天的人生呢 啊 这个是 嗯 大丹先生在这个书籍当中 一直在 一直在提醒人们的 啊哈 对 所以所以念太多 也是没有对 一番信念 没有没有 没有多多大的用处 对于安定己心是有帮助的 啊哈 可是如果这个烦恼再来之时 啊 这个问题再来的时候 对要根本举着这个问题是 是指标不指本 啊 甚至这个标可能只是一表面而已 啊所以所以听说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比如说念一念以后 可以发现自己的工 有什么功课要做嘛 是 这样才有用的 啊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呃呃 你可能你自己的修行状况 因为这些经典 你印证了 你印证这些经典 讲的你那个境界 是是这样子吗 还是你的想法是什么 如果如果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 当时释迦摩尼就 就会这样子跟我们讲啊 啊 就是他说那我们念 我们念以后如果出现笔字 有人帮我 有人帮我记录下来的话 我们就念这个就可以了 啊哈 那当然在念诵这些经文 如果 如果你不是念梵文 有些人念那个梵文 有没有 都不晓得他在念些什么的 是 他只是嘴巴动一动的 嗯哼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啊 或者我们再进一步的说 有人这个往生之后 我们会找这个祝念团来念 是 哇这个功德很好 这个可以跟这个西方 这个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嗯 就信服科学的观点来说 嗯 如果这个经文这么有效的话 我在世间我就不用修行了 嗯哼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我我我我死的时候 我就交代我的奇想 嗯 嗯哼 你要把我念金 是 帮我念经 好 然后我就可以送我回到西方极乐世界 哈哈哈哈 也就是说 如果生前此人在修行的 或者说在私常生活生活当中 他是对于经文的内容 是一窍不通的 或是没有接触的 是不了解的 啊 这个声音 这个念经的声音 对他来讲只是一个噪音而已 啊哈 千万不能够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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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笑雄说 哇这个光很好 这个菩萨的光 啊 我这样下来 这只是自己骗自己而已 啊哈 千万不能够有 入入这种自以为是的这样子的一个 心灵知识当中 啊哈 对 所以你说要 要跟这个菩萨的这个 呃我们讲缘分要更 亲密 或说讲白一点 你要得到来自于天使 或者是菩萨的支援 啊 讲宗教一点 互持 加持的话 那么 回归到一开始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所分享 要看你的心 我的心 到底是利他比较多 还是利己比较多 啊哈 如果我的心是百分之一百利他的话 我跟你讲 那你跟 你跟天使菩萨就一条一条线 嗯 成一条线 嗯哼 因为根据信力法则 嗯 或是说根据破场统统的法则 嗯哼 我的心是跟菩萨界是相动的 啊 哇一下子 菩萨的光 菩萨的支援 这些灵性的人事物 就会马上的很多支援会下来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支援到 到眼前来 就是我们的心没有办法一下子 或者说一种事 总是维持着七次元的这个菩萨的境界 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才要需要到宗教团体去修行 或是说在日常当中我们必须要研读一些经典 原来菩萨世界的逻辑是这个样子 原来施爱的智慧是要这个样子 嗯哼 对 所以坊间很多那种比如说念佛基 就是比如说我念一次就按一次念 就是因为自己念的不够 他们很多传说是因为你练的不够 所以你才没办法有好的状态这样子 在幸福科学的教育来说 这个有些自我欺骗 其实我的身旁的朋友 有部分的朋友是这个样子 他会拿一个就是技术器 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 然后有时间就是 或者是他拿一个念珠就转一圈转一圈 对对对对 这个在台湾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修行方式 可是如果是符合如果要验证真理的话 效果非常非常有限 很有限 他对于利他没有任何的效果 首先对于利他 是 他可能会自己认为说 自己在基因的 或者说在帮某某人在助念 或者说念回向 回向给 其实有这种说法 就是某某人已经回去了 我们就念 好一天念 念个几百次 对 所以回向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吗 好 在幸福科学的教育里面是这么说 此人回到了灵魂世界 我们必须要掌握到这一个法则 这个法则叫做自负责任的法则 自负责任 就是我们能够帮助他 能够帮助到前人的事情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了 就是能够要帮助此人 最好是在此人 还活在世间之时 就告诉他 什么是真理 啊 什么是符合佛法的 什么是违反佛法的 啊 这是最最殊胜的 是 最有效果的 好了那现在的问题是 王老师后他已经回去了 那我怎么办 我怎么帮助他 啊 与其有时间去念诵佛号 去转这个朱朱 去念诵经文 还不如 付出实际的行动 在世间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或者是 再进一步的讲 请你学习正确的佛法真理知识 当学习到了正确的佛法真理知识之后 从灵魂世界的这些祖先 或者前人来说 他会看到一个光 因为你跟他是最有缘的嘛 嗯 他会看到一个光 原来我家小王就是我了 原来小王是这样子一个学习 他学习这样一个法 他变幸福的 那对照我 我现在是不幸福的 我现在在受苦 我来模仿一下 也就是说 你能够帮助到他的就是 你能够帮助到他的方法就是 你增强自己的光 成为一个榜样 这才是真正的回向 是 就是让他变成一个 等于说是 好比说 在照他先生书记里面有提到 就是掉到地狱里面 或是 不是到那么好的地狱世界的这个 灵来说 你的存在就好像是一个灯塔一样 原来 原来他是这样子才能够 原来我的儿子 或者是说我的这个子孙 是这样子变得这么幸福的 我来学习一下 这个比念那个经文 念那个佛号 来的效果还要好几万倍 对 因为那个佛号那个经文 如果他在身前 他是没有学习过 对他来说是一个 noise 是一个噪音 这个怎么要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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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怎么样 离开这个世界吧 因为你不可能念诵这个经文 就能够拯救他离开这个地狱世界 是 是 因为 根据心灵 心的法则 根据破产统统的法则 一定是要他的心 是有所改变的 嗯 那你怎么能够期望一个人 听到一个佛号 一句话就改变了 你又没告诉他 这个道理是什么 那 以身作者 我学习这个经文 我学习这个教义 好比说大川先生 里面讲的神秘之法的一些教义 原来人是这样子的 才能够回到菩萨世界 原来是这个样子 我才会掉到地狱世界里面 你自己学习 对他来说是一个 是一个 可以说照耀他的一个光 做一个参考 哦 那 那那个 如果对世间的倾倦 这些人没有用 他还是就是没有用 他只能对他 就比如说我 我学习 我小安学习这个 这一个 这个 灵性的道徒 然后我花光 但是只能影响 他灵魂的层次 但是世间的 我没办法影响的话 那就放弃了吗 还是 好 你说世间就是 还活在世间 对啊 对啊 也许你会知道很多人 他每个人的信德派别都不一样 对不对 好 从一个角度来说 你可以从 其实有一个 很多的一转语 我可以作为一个建议 是 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 呃 影响到 或者是引导他 到某一个道场 某一个宗教团体 或者是请他来幸福科学 来上课的话 是 你不妨可以把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逻辑 或这样一个道理跟他说 是 这个道理这个逻辑就是 你是灵性存在 你是灵魂的存在 而这个灵魂现在有一个车子 在装你的灵魂 就是你的肉体 嗯 你回到灵魂世界之后 什么都带不走 能够带走的是你的心 嗯 你的想法 如果你想要回到 高的世界 光明的世界的话 就必须要去好好的 繁星挤星 嗯哼 把这一句话 传递给那一个 跟你有缘之人 或者说你觉得很难救的 那个人 这句话会成为 他回到灵魂世界当中 如果他 不幸掉到灰暗世界的话 会成为一个救赎 嗯 我在生前我有听过 小王有这样子跟我讲过 原来是这样 嗯 就他来说 会变成一个救赎就对了 嗯 你再讲一遍 要跟他讲什么 好 就是说某某某 是 你跟我 我跟你都一样 都是灵性的存在 是 不是只是肉体之人而已 嗯 我们这个灵性的存在 现在装在一个肉体里面 嗯 这个肉体终会消亡 嗯 回到灵魂世界之后 是灵魂的存在 是 是心的存在 嗯哼 那如果想要回到光明的世界 就必须要好好的 好好的洗敌 洗心 好好的对于 生前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 进行翻新 嗯 如果他在世间 能够听得进去的话 就听得进去 是 如果他听不进去的话 这句话 对于此人来说 回到灵魂世界 会成为一个救赎 会成为一个救赎 是 对 这是我常常在跟我们的 这个 就是幸福科学的朋友 在分享的 啊 所以你说 要引导人 其实也有他的这个机缘 但是 既然我们知道了真理 是 就必须要把握任何的机会 把这个真理传递出去 嗯哼 或者就泰博菜 我们走这一招了 是 如果这一生 转生到世间 只是为了自己而过的话 那就实在是太 太浪费这一次的转生了 嗯哼 对 所以就是自己要 呃 总归一下自己就是要 追求这个真理 对 然后你周遭的朋友 你当然你如果有能力去影响 那最好 没有能力的话 就要刚刚 我们要跟你周遭的人 就是讲这句话 对 这些类似这样子的这个话语 就跟人们讲说 我们这个肉体的确是存在 在三次元的确是存在 可是它是虚幻的 是 它是暂时的 人是会回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 嗯哼 所以眼前那些苦难挫折 只是为了要淬炼自己的灵魂而来的 嗯哼 对 那如果想要再深入的 学习这些 在下方才跟各位听众朋友所分享的内容 其实我今天讲的是出自于三本书 是 一个是永远之法 嗯 一个是神秘之法 还有一本书叫做常胜思考 是 这三本书当中就有 类似在下方才所说的这些讲述 嗯哼 对 所以可以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去书店 去翻一翻这些书 甚至是可以把它买回家看看 是 对 好那今天很开心的请到幸福科学 是 万卫之 跟我们分享这些 好 那我们今天到此咯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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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